他不过是你和一鸣哥的一个孩子 有什么断不了的 如果断不了的话 每天没妈的孩子怎么还不去死啊 老坚持着一鸣哥 你给我闭嘴 天忆怎么样 刚刚冯浩珍 现在还在观察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今天下班早 我要去学校接行医 老师告诉我的呀 你来得正好 我想回家一趟收拾点东西 今天晚上 可能要在医院过夜了 你先陪着孩子吧 行 你开车去吧 我听B2了 行 那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喂 你在哪儿 怎么还没回来 我现在有事 你先自己回家吧 什么事 跟你的新助理有关吗 欣怡出了点意外 我得照顾她 先不说了 任怡 我得照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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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为什么你热婚还要缠着一鸣哥 一鸣哥不是已经把什么都给你了吗 他把房子也给你了 服装飞也给你了 你为什么还要缠着她 要是离乐婚还今天见前夫 离婚干什么 时月 请你不要对我大呼小叫的 离乐婚她也是欣怡的爸爸 她不过是你和一鸣哥的一个孩子 有什么断不了的 如果断不了的话 每天没妈的孩子怎么还不去死啊 老坚持着一鸣哥 你给我闭嘴 你这么说就过分了 我一个人可以养新银 是任一鸣自己要过来的 还有我警告你 大人的事情少牵扯孩子 这是我的底线 一鸣哥爱的是我 他不会离开我的 你现在敢对我发誓 你没有令我孩子够你前夫吗 我凭什么跟你发誓 你没有资格要求我 请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你怎么回来了 你离开这里去找施月吧 怎么了 走啊 发生什么事了 施月给我打电话说我勾引你 还说欣怡没爹没妈 祖宗她去死 你知道我现在听到这些的感受吗 你走吧 我一个人可以照顾好欣怡 还有你告诉施月 请她以后不要再骚扰我们 她如果再敢对孩子说出这样的话 我以后不会让你再见到我们 对不起啊 真的对不起 我回去一定跟她说清楚 可是现在欣怡 你赶紧走 安安 走 行 我走 这 在欣怡有什么情况 你得给我打电话啊 不咱们